现在的影视圈百花奇宝,各种各样类型的电影都有,但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娱乐圈鼎盛的时候,其实影视剧的类型并没有这么多。 当时就是古惑仔的时代,当时的古惑仔电影,可以说是最畅销的一个类型,是那个年代很多人的美好回忆,同时也有很多人通过参演古惑仔的电影而走红,比如郑一剑这名演员。 今天我们不说郑一剑,来聊一聊他的妻子,他就是蒙佳慧。 当年他十七岁就早早出道了,一开始出道的时候,还拍摄过三集片,后来嫁给了古惑仔大哥郑一剑,如今依然幸福的像个少女一样。 蒙佳慧是上个世纪的知名演员,当年他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,家里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,所以他从小就歌姓非常独立,也非常坚强。 蒙佳慧会长得非常好看,身材也非常好,所以在人群中,一直都是非常亮眼的一个存在。 由于一开始出道并没有什么资源和背景,所以他也只能去演一些三集片,当时他凭借自己的演技和长相,成功吸引了众多粉丝,渐渐的他名气越来越大, 后来就开始转行拍摄正规的影视作品了,在影视圈内的地位也越来越高,后来跟着离间结石,两个人变在一起了。 到现在,两个人还是非常恩爱,曾经蒙佳慧已经46岁了,但是外形看起来还像一个少女一样,皮肤和身材都维持得非常好。 各位网友,你们怎么看呢?